新手养金鱼千万不要做这三件事 不然你的鱼一定养不好 第一个就是金鱼缸里面放底沙养水草 为什么说养金鱼 鱼缸里面不能放底沙跟水草呢 首先第一点要知道金鱼能吃能拉 它会制造大量的粪便和食物的残渣 如果我们鱼缸底部铺了底沙 这些粪便就不能得到及时的清理 会污染水质 如果鱼缸底部种了水草 金鱼是会吃水草的 并且会把水草连根拔起 而且鱼缸里面种了水草 会产生细菌和霉菌 金鱼的体质没有其他观赏鱼那么强 所以很容易被这些细菌和霉菌感染导致生病 第二件事就是不要用太小的鱼缸 和壁挂式过滤以及绿桶来养金鱼 因为金鱼是中型鱼 我看到很多新手鱼友喜欢用圆缸 或者是用30公分左右的鱼缸来养金鱼 这是不行的 因为金鱼能吃能拉 它会破坏水质 小鱼缸水体太小 水质不稳定 并且壁挂过滤和绿桶的过滤能力有限 是不能养一些中型鱼的 我建议各位新手鱼友 养金鱼尽量选择50厘米以上的鱼缸 选择上滤或者是底滤来养金鱼 千万不要用壁挂过滤或者是绿桶来养金鱼 第三个就是不要随便的往鱼缸里面加各种水族药剂 因为金鱼是比较脆弱的 并且它有自愈能力 在我们调理好水质的情况下 金鱼的大部分鱼病都能够自然恢复 如果我们乱加水族药剂 只会加速金鱼的死亡 如果鱼友在养鱼方面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